哈囉大家好我是巴主,今天在開頭還是要來追蹤報導一下撕毀台灣入國登記表的中國小粉紅 他今天留言又表示自己失業啦,自己的粉專補習班已經關閉了 反正自己已經不可能再來台灣啦,也不是個網紅也不需要流量,所以請大家不要再網爆他了 而他也覺得自己做的撕毀台灣入國登記表的這個動作呢 以及不承認台灣是一個與中共不同國家的這幾件事情他認為通通都沒有錯,但我覺得不管他有錯沒錯台灣政府已經打點他了嘛 你已經被禁止進入自己國家的一個神,連特別行政區都還不算喔,你覺得這有道理嗎? 所以就證明我們是不同國家嘛,而我發現他用了這個網爆 現在很多自己做死的人都很愛拿網爆這件事情來洗 明明就是你自己在公眾網路平台上做出這些行為 當然就可受公平了嘛,不管是正面與負面的 你不能說你拍了一些影片,然後大家在讚揚你你覺得好開心,今天你拍了一個影片 大家不滿意,大家罵你,然後你就承擔不了,你又說不要網爆我 沒有這種只有好,不要有壞的東西啊 世界上沒有這種,我做了一件事情,然後我只接受讚揚 然後批評的事情我通通不要,你批評我就扣你帽子 你網爆我,你罵我,你怎樣? 那不就跟聖上一樣,不就跟貴國的黨一樣嗎? 然後呢,就玻璃心啊,又說網路上批評你行為的人在網爆你 拜託你不要亂用網爆這個詞啊 那些網友找出來的資料通通都是你自己拍影片發言過的內容 或者是你在其他公眾平台上的資料 那這樣算什麼網爆咧? 他之前那個影片還准,高雄捷運的很少,你們看 身後都是一兩隻小貓咪而已啊 以此證明高雄破破爛爛,我真的會笑死欸 拜託你了解一下高雄的民情好嗎? 高雄人習慣騎車開車的人比較多喔 而且通常有車的人,在很少的情況下會搭捷運 騎機車在台灣非常方便,除非你今天是要去這個市區喝酒啊 或者是下雨,你才會搭捷運或者是叫車 我自從有了車之後,我真的也是超級少搭捷運的 所以拜託你平價錢先做一點功課好嗎? 算了,反正你此生都被禁止再來台灣了嘛 你也算是,按你們的邏輯應該說應貨得福吧 這種擴導又是中國的一部分來幹嘛啊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也是中國粉紅在海外丟臉的行為 6月15號,一名中國大媽 哎,怎麼又是中國大媽啦 那去福岡縣的警局報案,用日語表示自己超好用的 中國護照,紅色的啦,在自己家中遺失了 好,話聽到這裡啦,別說日本警員聽到這句話有什麼感想 然後連我聽到我都覺得,請您置行再回去找好嗎? 你怎麼會請警局警察的人,去你家翻槍倒櫃的幫你找護照呢? 除非你護照是偷來的吧,對吧? 日本警方也是建議女子回家仔細翻找 結果小粉紅爆氣用中文大罵圓警 啊,你是不是歧視中國人啊,怎樣怎樣怎樣啊 還撕毀了在旁邊一份他人的事物報案單 隨後啊,女巡查部長就上來了解狀況 請小粉紅用日語跟他溝通 因為他前面就是用日語在溝通,所以大家知道他會講日語 而你故意不講,但是警方根本不會講中文 在你會講的情況之下,你還不講 那你到底還要不要報案?你是在找人家吵架,還是你要報案呢? 你的目的是什麼? 你如果目的是找人家吵架,你繼續說中文嘛 你目的要解決事情,那請你說日語嘛 你日語如果不太OK,你也用英文嘛,對吧? 結果小粉紅持續在警局大鬧 最後女巡查部長受不了了 噴他,你滾回中國去吧 這句話我只能說大快人心啊 但是我們先說一下雙方承擔的後果 女巡查部長承認他失言了 事後會面對調查以及處罰 這才是大國風範吧 雖然我很認同他的那句 你滾回中國吧 但是這是站在個人的立場 但站在這個國家層面單位的立場 他這句話確實是有失言的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中國的外交部戰狼啊 那些中國官啊 他會怎麼處理? 你今天在中國的警局你敢這樣鬧嗎? 你不敢耶 你就是看日本人的禮貌 感覺日本人可以額點什麼 所以你才如此的態度不是嗎? 而小粉紅啊 則是被以干老公等罪名 撕毀他人報案單的罪名啊 真笨 估計這個粉紅應該以後永遠也用不到護照了吧 你也不用來日本 這是太暖了 我想分享一下 去年11月的某一天啊 我跟我的員工在這個大阪的 中國大使外面拍片對吧? 我就是那一天錢包遺失了 裡面大概有10萬多日幣 跟我台灣所有的證券跟信用卡 全身上限就剩護照 跟幾百塊的那個日幣零錢 最後呢 我們就去了附近的警局吧 因為要調這個捷運的監視器呢 需要警局的人來調 總統的報案過程中啊 讓我們花了一個多小時 快兩個小時 因為他們的英文程度也不好 而我們不會說日文 於是他們問遍了局裡的人員 剛好找到一個有在學漢語的警員 他從外面趕回來幫我們翻譯 當然他的漢語程度也沒有很好 但我們還是用手語和語加英文 三種語言來溝通 還有再加那個他說日文的Google翻譯 將近快兩個小時的時間 我完全沒有感受到裡面局裡的人 因為我們是外國人 因為我們語言不通 他們不耐煩的表情或是態度 我完全沒有感受到 他們也是用了各種方法或是方式 想要了解情況 或是想幫我們解決問題 最後我也拿到那個報案失聯單 還有各種聯絡方式都寫上去了 然後我們也了解狀況 在哪什麼地點他們也要去調監視器 最貴三萬塊台幣的一個遺失證 我們應該叫什麼?紀念品 所以你把日本警察惹到大罵 滾回中國 可見這位中國大罵真的是 無理取鬧到一個極致了 而最近中國很流行在海外 用中文點餐或是買東西 影片到這裡 先來感謝一下本集的贊助商 Subshock VPN 提供網路跨區服務的Subshock VPN 在超過100個國家 架設了3200台以上的伺服器 讓使用者能任意切換想要切換的網域 並且在雙重加密的保護下 更加強使用者的網路安全 避免有心人士透過IP位置或WiFi 竊取個人資料 生活在網路科技發達的時代 電子設備彼此間的連線雖然很方便 但風險也隨之提高 不過加入Subshock VPN 不分手機、平板、電腦 無限制設備登入 所有裝置共享防護 Subshock還有額外的 Aller、Antivirus、Search等產品 更多元的功能 讓每個在意不同網路使用 安全的使用者 都能找到自己最需要的擴充服務 Subshock Search 讓你上網不留數位橫均 Aller可以檢測且通知個資外線 Antivirus提供最即時且簡單 好上手的防毒服務 只要使用我們的優惠碼 放TV即可享有專屬優惠 訂購兩年方案 再售三個月免費使用 若不滿意三十天內可直接退款 趕緊透過下方資訊欄 來了解一下Subshock VPN吧 好那我們話再說回來 而在中國境內 他們也要求服務人員或是空服人要講中文 甚至在香港的機場人員 都必須得說中文 不能說出英文跟粵語 怕被這個小粉紅拍到上綱上線 他們就完了 就會說什麼他們豈是中國人啊 所以他們有優越感啊 他們講英文他們講粵語啊 看不起中國人到底有多自卑啊 在海外國家說中文 然後說自己偉大復興 全世界都在說中國話 所以要說中文 在自己國家內要求別人說中文 因為這裡是中國 你知道這兩個邏輯是衝突的嗎 這跟你不住在中國 有什麼資格批判中國 只有中國人才有資格批判中國 但是你今天住在中國 小粉紅又會說你 你吃喝祖國 住在祖國 還批判養育自己的祖國母親 那個漢奸賣國賊滾出中國 所以呢 你真的滾出中國之後呢 你還是不能批判中國 所以這是一個死循環知道嗎 這個邏輯都是一樣衝突的 你們小粉紅一定都是 寫城市回圈的高手 還有一件事情 六月十號中國瀋陽的航空大學 有一個非洲留學生 對著學校餐廳裡面的碗筷小便 被拍下來 而且拍下來的中國學生 告知學校 但學校第一時間處理 是讓這個中國學生 他轉發的學生 通通受處罰 帶大家來看一下下面的留言 高端非洲人才對著筷子 小姐為同學們帶來 道地的非洲味 拍攝的同學已經被處理了 高端非洲人目前無處理通告 他都要被開除出境啦 不知道還在那邊瞎說什麼呢 不就是你們學校押勒搜 不發公告才讓網友得不到處理結果的嗎 哈哈你用嘴驅離是吧 不如用嘴揭非洲味吧 治不了楊大人 還治不了你們嗎 留學生的多少很影響排名 所以基本上 所有學校都把留學生 看作比國內學生還重要 留學生住的配套措施跟賓館一樣 單間或是雙人間 國內學生都是四間六間八間 是不是對學伴的技術不滿意啊 高獎學金引進人才 引進的真是個人才啊 也就只有中國才會花錢引進一些農具 你可別侮辱農具啦 農具還能用呢 你看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些人在抱怨自己國家的不公平 但是他們裡面的話也是對著非洲人充滿著各種歧視 這個農具啊 還有以前這個非洲啊 經歷過了什麼 在美國做了些什麼 這個大家想一下就知道了 他的這個農具在抑鬱著什麼 看貴校引進的食材 呵呵 不敢處理主子 只能對奴隸下手 這就是貴校引進的 拿高獎學金助豪華注射的高端人士吧 被高端人才寶貴的精華浸泡過的筷子 才是營養豐富的吧 趕快給校領導享用 賤錢幣學校多虧沒趣 校長是非洲人創造出來的吧 哇這個用詞也是非常的犀利哈 你們不要歧視我們非洲友人 我們來給你們學校鍍成金 以後回去讓你們當官 給你們國家帶來更優惠的貿易 你優待我我優待你 等以後你們來我這 我也可以優待你 到底在講什麼啦 你們是點外賣呢 還是自帶餐具 剛才熱搜第六刷一下就沒啦 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中共的體制 讓這個中國本地的學生 造成了壓迫 造成了不公平待遇 心裡有那個落差感 但同時我們又看到了 有一部分人啊 都把原因怪在非洲人身上 然後用著各種歧視性的話語 歧視性的邏輯 去評價這件事情 最會歧視的 就是中國自己人 不管是地獄歧視 不管是歧視他人啦 但是呢你們永遠都不把問題說出來 你們永遠都不把問題點出來 問題點就是中國共產黨 今天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想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下集見了 掰 OK OK 好